广州日报大阳网 最近一段时间,由于五姓三复天心脏病患者不吃心血管量五的传言,有的患者在三复天停降,导致心肯突发不幸身亡。 亲信朋友圈养生传言男子停用心血管量五致猝死,黑龙江哈尔边市民赵先生今年58岁,由于心脏病他曾先后两次做了支架手术,术后医生千叮咛万嘱咐, 高借他一定要按时服药,入校前,赵先生每天按时服药,病情控制得很稳定,但不久前,他看了朋友圈一天关于养生的文章,趁三复天作为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,不能吃心血管药物,尤其是ISP0,否则不但起不了作用,而且还会对身体造成危害,文章分析的头头是道,赵先生信以为真, 于是自打进入服药后,赵先生把一只服药的心血管药给停掉了,开始几天他没发现有什么不适,上周四,他和朋友在外面吃饭时喝了点冰镇啤酒,饭还没吃完就突发胸头倒在地上, 送医被诊断为急性心梗,经常就无效不幸去世,物性传言擅自停掉,一晚上三名患者发病离世,据哈尔边市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徐珊珊介绍,由于物性三复天不吃心血管药物的传言, 不少患者纷纷在三复天停掉,导致心梗突疾,危急生命,薛医生上周旧夜班,一晚上就接着了三位因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去世的患者,年纪在50到80岁不等, 每次遇到夏季下次停掉的患者,医生都很着急,薛珊珊说,这段时间天气连热,是一年中心梗的第二高发期,此外,夏天出汗多,心血管疾病患者必须及时补充温水,但是不能饮用冰镇饮料或者啤酒,一旦出现胸脉胸痛等不是症状马上就医,医生提醒,三复天是心肌梗死的高发期, 患者一定要紧钻医嘱,三次停掉不科学,还会危及生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